你會發現未來如果你希望在網頁上面顯示一點東西 其實都是透過這個大瓜糊裡面去顯示 大瓜糊裡面又有一個大瓜糊裡面就是一個變數 也就是這裡面是動態的去view裡面去抓 所以它其實這個概念還蠻好 以前PHP是混在一起寫程式真的很頭痛 一下又有HTML的東西一下又有程式的東西 那現在把它分開來的話就分別處理 我先把畫面做好 我要動態放的我可以再去塞一些變數過來就OK 所以這邊的話有好幾個 views裡面的話就做什麼 就是分別把那個now先抓過來之後 分別從now裡面抓出它的year,month,day,hour,mini,seconds 然後呢增加總共會有六個變數 這六個變數它會透過這個locals 這個locals就是反正上面有幾個變數 我就透過它幫我丟過去就對了 丟過去之後它接到之後就把它塞塞塞 就顯示出來了 這個概念還蠻好的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不需要去死背 大概哪一個只要你沒有寫錯 它都會顯示正確的結果出來 另外當然你可能寫錯 也要慢慢看得懂那個debug給你看到的話 上面有跟你講錯在哪裡 所以有的時候我看得懂那個敘述 我一看就知道什麼狀況了 但如果你沒有把它仔細閱讀一下 你可能不知道還在那邊亂試 所以像剛剛同學是錯什麼 這個啦這個hello3後面這個東西沒有包 有沒有這個是要加什麼哪一個人的名字 那你沒有給它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什麼錯誤 其實我們也順便講一下這個錯誤訊息 因為大部分我都交正確的 可是你們出來都是錯誤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你看我如果沒有加那個後面 因為你要傳一個東西嘛 你沒有給它要傳什麼東西 所以它會出現什麼 它告訴你說404啦 404一定是找不到網頁 然後它會出現的訊息在這裡 這個東西 有沒有 它已經跟你講說 UIL裡面 它沒有一個什麼 UIL的參數沒有給我 有沒有 請你告訴我你的參數是什麼 不然我實在沒辦法幫你找到 那你就一看就知道了 原來是你給它這個Terry 它不知道要怎麼擺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在這邊改一下 所以改什麼呢 改一個小瓜 小瓜糊 這個地方一定要反斜線 反斜線W 那W指的是文字喔 如果是數字的話 記得以後用D喔 D的話是數字 W是文字 不過你也不一定要用W 放數字也可以啦 只是要轉型而已 把它再轉成 用INT再轉成數字也是OK的 那這樣的話儲存就沒有問題 其他大概這些小問題 如果你都可以把它克服的話 我想最後顯示出來 就會看到結果應該是正確的 有沒有 那一樣呢 年、月、日、十分秒 分別是 year、month、day hour、mini second OK 全部把它做出來 另外這邊顯示成中文的 語系那部分把它改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要放一個圖檔進來 也就是我希望在哪裡呢 當然你這邊可以自己再找一張圖也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只是一張圖 可是那張圖要怎麼放 以前呢 在網頁裡面可以這樣做 可是如果在Jungle裡面呢 它的做法就不一樣喔 因為呢 第一個 我們這邊有個Template 只是放網頁 當然你也可以放下面OK 可是理論上 它會建議我們放另外的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叫Static 所以一般是在Source這邊按右鍵 新增一個什麼 Furder給它 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名稱的話呢 一般呢 習慣上會叫Static Static Static Static就放靜態的東西 按Finish 這個時候的話會增加一個Furder在這裡 那我的圖檔就按右鍵 在這個Static裡面呢 再加 因為Static裡面 可能不只是放 那個圖檔 可以是放像音樂檔也可以啊 放那個CSS也可以啊 反正是外部檔 文字檔也可以 那所以呢 我們其中一個Furder 是放什麼圖檔 就是Images 所以這邊的話 請你加上Images 按Finish OK 再來的話呢 請你在裡面放一張圖檔 那圖檔的話呢 請你到那個 雲端上面 自己去下載啦 或者是說你隨便找一張圖也可以啦 我這邊呢 就是找一張圖 那那個圖的話 我這邊是BOSS 我把它按右鍵 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請你把它怎麼樣 搬到那個 我們的Eclipse裡面就可以了 那搬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式 應該如果以前用過Eclipse都知道 可以用什麼方法 拖拉 放開 這一招最快 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呢 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我下載到這裡 點一下 然後好像記得 按右鍵有個什麼 是Import 不過我比較習慣用拖拉 那最直覺 有沒有 Import是不是可以 我看一下 Import好像也可以 但是你要告訴他說 你要Import什麼東西吧 不是Import OK 反正你們再試一下吧 這邊如果 匯入我的習慣是直接什麼 拖拉放開就可以 那我就demo一下給各位看 直接Boss 拖拉放開 這個時候你確定一下 這裡面就會有一張 這個圖了 OK 就是一個球的圖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球的圖 可以顯示在哪裡呢 就是最前面 歡迎光臨的前面有一張 前面換一張圖 球好像怪怪的 好 你去找別張圖也可以啦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要練習 怎麼樣顯示一張圖 好 建立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就是 他目前只知道有這個 Static設定 你要告訴他有這個目錄 所以我剛剛提過 Settings裡面 會有一個 最下面 特別從上面一直拉拉拉拉 最下面 會有一個Static UI 等於這個 OK 有沒有這個目錄在這裡 但是問題呢 這個目錄指的是 網路上面那個目錄 但是實體目錄在哪裡 你要告訴他 所以實體的目錄要怎麼告訴他呢 這邊特別注意喔 你要用一個語法 就是類似什麼呢 跟剛剛那個Templates 這個還蠻像的 Templates 有沒有發現 Templates等於 裡面的話就是跟他講一個目錄 這個實體目錄放哪裡 網路目錄跟實體目錄兩個Match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等一下再講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這個建立起來 待會我們來看 怎麼樣再建一個連結目錄 在Setting裡面告訴他一下 他說 我這個地方有個Static 他才可以Static裡面去抓到Images 裡面抓到一個Boss的圖檔 那這個圖檔 特別設定的地方 請你再開啟 一樣要Setting 那這個Settings裡面的話 記得喔 原來這個地方是沒有這個Static 但他的結構 其實各位可以參考一下什麼 參考上面那個Template 剛剛有一個 我們要載入那個Template 他有一個類似的做法 一定是一個名稱 然後這個名稱 對應到後面他實體的目錄 然後一定是一個結束符號 那外面一定是一個大瓜糊 所以這個做法 其實你可以參考這個 把它Ctrl C好了 然後怎麼做 在底下請你建一個Static的目錄 我把它貼上按一個Ctrl加斜線 放在這邊當參考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建一個Static的路徑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特別是一定是個大瓜糊 反正它的註解一定是大瓜 後面一定個結束符號 表示說呢 這裡面我要開始放一點東西 那這個裡面是要做什麼呢 建立一個名稱叫Static Static 所以你記得喔 在裡面加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呢 叫Static 這個Static的名稱喔 它實際上的位置呢 請你幫我對應到 冒號後面的 就是什麼 OS 就是我這個 目前的系統裡面的PASS 所以它會自己去幫你找那個PASS 那這個PASS裡面的話呢 會幫我JOY 幫我合併那個 兩個路徑 一個是目前BASSDI 目前專案所在的位置 並且串接Static 所以其實喔 你這邊可以刮鬍 你會發現 它這個Eclipse的好處是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提醒嘛 所以你打一個 你需要的 痘點 後面一個 文字 這個文字的話呢 一定是Static 記得喔 這樣的話呢 它的這個結構 基本上是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外面一個大瓜糊 裡面的話一個中瓜糊 在裡面才是小瓜糊 所以一個大中小 那這個應該是放在 這個應該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我們跟這邊學它這樣 然後呢 冒號後面的話 把它Save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主要 怎麼樣建立一個那個 Static這個目錄的方式 恐怕特別主要 因為 E一樣是什麼 名稱給它 等於後面一定是個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呢 你先起一個名稱 一樣叫Static 它對應到的實體目錄呢 就是後面這一串 後面這一串可能要注意一下 外面一定是包一個中瓜糊 裡面的話就是去找它實體位置 如果你這個有些細節 我是直接參考那個templates來改 如果改錯的地方 其實將來會顯示不出來 就會找不到那張圖檔 所以這裡很容易卡關 只要一個地方錯 後面圖檔就顯示不出來 會卡非常久 所以這個 當然也不用擔心 現在我有把最後一定OK的 那個Static的目錄 我會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你其實可以照著打 或者是將來我把它貼在底下 給各位當參考 反正就至少一定要照著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當然我們就是在把剛剛的那個 Hello 3 變 Hello 4 所以把它複製一個 那其實底下那個現在時刻 那個底下我就沒有再加了 那我們需要做哪些事 第一個你要先把它漏進來 那怎麼漏進來 特別是要這邊 第一個在body的下方 我們html body裡面的東西 那漏一定是有個命令 所以在那個 我們的網頁裡面 第一個你一定要先打一個大瓜糊 裡面的話 你要執行什麼動作的話 一定是錢的符號 然後告訴他說我要幫我載入 載入的話叫漏的 所以漏什麼呢 那個我們剛剛有一個叫Static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打一個Static 把那個Static 記得那個Static字不能打錯 Static OK 那把它Static 這邊有設定有出現 它會對應到 OK 基本上就出現了 那再來的話 他會自己匯入這個 這個其實是可以不用賄賂的 好 接下來的話 我要在哪邊 因為我要在 現在 在那個名稱的前面 歡迎光臨的前面 加上一個圖檔 不過圖檔特別注意喔 不知道各位應該以前有用過那個 寫過網頁啦 不過早期寫過網頁的話 應該Dreamweaver插入圖檔 從檔案撈進來 它自動幫你產生那個程式 不過喔 因為 這個地方沒有工具 所以 也許 載入圖檔那些標籤呢 可能要稍微自己打一下 也不會非常複雜啦 大概記一下 我們在歡迎光臨前面 H1的後面喔 記得先把它Enter好了 我們在它的旁邊 先要敘述一下 HTML的標籤一定是 小於開頭 然後什麼呢 大小寫沒差 IMG就是Image 來源就Source 那Source它縮寫 叫SRC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東西的目錄 那個目錄也是個變數 所以變數我講過 一定也是一個大瓜糊 裡面的話呢 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錢的符號 那裡面的話呢 我要什麼 把那個路徑載進來 那路徑的話呢 是在那個Static 所以跟它講說 我的東西呢 是在那個Static 這個 所以你給它一個Static 的目錄名稱 後面的話呢 記得什麼 串一個什麼呢 我那個 目錄是放在 這個底下的什麼呢 Image 所以後面的話 請你再串一個 Image的目錄名稱 不過這一串太長了 看一下 這個不能打錯 所以在這個目錄裡面 記得告訴它什麼 我有一個Image Boss的位置 所以把這個東西包在裡面 這一串 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載入那個目錄 跟它的Wids 然後面的話呢 因為這個圖檔的大小 如果你沒有去設定它的Wids 它的寬度 跟它的高度的話 它載入會比較大張 所以我希望如果剛剛好 符合頁面的話 如果這邊假如沒有三色三色的話 它出來的那個大小 可能會是比較大 預設我們來重新整理一下 我剛剛把這個儲存一下 那正常情況 應該就會把圖檔給載進來了 只是說載到的那張圖檔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那個圖可能會太大 重新整理 有沒有這麼大一個 那這個圖好像解析度 128乘128吧 所以如果我希望 它能夠剛剛好 放在前面小小的話 那記得就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 記得就是加在哪裡 加在後面 打一個Wids 這邊就有了 打一個W Wids 等於 然後呢 跟它講說 我大概就32個像素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 再來的話呢 寬是這樣子 高的話是High 所以H 1 打一個1 HE吧 這沒有 IGHT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等於 一樣 雙語號 然後呢 32 然後後面結束這個image標籤 再一個大語 這樣就OK了 所以加在這裡 然後再來還要做什麼呢 這個網頁做完之後 那我們前面講過 因為我多一個hello4對不對 本來是hello3 所以你要記得怎麼樣 在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在我們的views裡面 你要再加一個那個 hello4的敘述 不過你可以把hello3 複製貼到這邊 改成hello4 就是把hello3 轉換到hello4 並且在URLS裡面 怎麼樣 再加上一個敘述 跟它講說 我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那個hello4 幫我轉 你可以拿hello3 複製貼到底下 但是你特別注意喔 這邊呢 它執行的views裡面的那個diff 那個函數呢 名稱不一樣喔 所以你特別注意喔 不能用hello3 你可以什麼 用hello4 一樣喔 可以這邊用選的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hello4的部分 input到裡面來 多input這些 這樣的話基本上 執行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後要的結果 會有一個求 那我剛剛就是圖太大對不對 我加上viss跟height之後 記得把它儲存一下 儲存之後呢 那我們再到那個頁面上瀏覽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圖應該就變比較小 32x32 這個是最後看到的結果 請各位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稍等